国际地热知名大厂瑞典贝宿罗德 向中了花莲的万荣乡红叶村内温泉丰沛 计划要开发地热发电 以一块私有地向县政府提出了地热探勘的早景申请 因为业者日夜转探噪音引发了当地居民抗议 县府建设处表示说会禁止业者在晚上转探 而原民处也表示会要求业者加强和村民的公通说明 要争取村民的认同和支持 国际地热知名大厂商瑞典贝宿罗德 向中花莲县万荣乡红叶村内温泉丰沛 计划开发地热发电 以一块私有地向县府提出地热探砖申请 获得花莲县政府核定在今年6月10号到明年6月9号为施工期 因为业者日夜转探噪音引发当地居民抗议 现引简志龙海村民表达不满以及抗议 大家的共识啊 几乎全部啦 都说就是不要让他进来 我们不要这个探紧地热 我觉得你要尊重我们 那个原住民的传统礼艺自然主权嘛 如果这个乡不能够帮我们监督的话 那我们就来监督这个乡 我会请县府针对我们现在有关于现在核发给这厂商这样的核定权的部分 请他们用最快速的方式来做给我们回应 那这个答案就是否决他 这个部分的话 我一定会在监督我们县府这边来讲好不好 正在红叶村地热开发部落会议在5号召开之后 约有200多人族人与会 会中民众发现有倍数罗德股份有限公司 此家9地热专股份有限公司与会 担心部落会议会变成业者说明会 应而请业者离席 监督处表示业者在今年5月18号向县府申请找紧 5月29号县府通知厂商 王隆乡公所办理现场会刊 现场确认之后办理地的探干的着景 因为申请资料齐全 所以核定到今年6月10号到明年6月9号为施工期 另外云巡署课长表示 一刀目前原基法第21条第1项第4款表示 就开发行为指公有土地的部分 据了解这片土地为私有 基本上是不适用于云基法 但是向开发单位反映 即便不是公有地 在动土之前也应该积极主动向乡亲说明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